文化节目是作品 更是一门艺术 最好高档的文化节目 兴起推广传统文化的热烤 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 我更看重的是 编导的个人业务能力 以及是否能给公司 带来更多的利益 这些跟我好有关系 我只是想派好 从今天来开始 袁佳银将担任A组的编导 余再早担任B组 每期节目两组都完成 余再早 下一期 最后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试 好啊 我对手的比试 你的对手看起来 不是那么好对付啊 我们节目的特色 就是通过文物 引出中华传统的记忆 等着瞧吧 下一期节目 我让所有人惊艳 这期的主题是我在把握 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好好配合我 尤其是在你提不出任何好创意的时候 那你自己拍吧 喂 小鱼 一期自然有一期的创意 错过了时机 它就不是最好的 这疯狂的创意 不是凌晨三点钟才发出来的吧 有文物有人物有故事 是个好的主题 一位靠回忆赚取观众的眼泪 一位靠回忆赚取观众的眼泪 浪在那些既没经验又业余的人手里 那就是浪费 我是个编导 编子会听我说话 我承认收视率非常重要 但至少不可以忘记我们做节目的初心 新鞋的创意只能吸引观众一时 但只有挖掘出人性中温情默默的部分 才能让他们有大处高飞 我们的宗旨是宣传网络和传统网络 不管节目做得有多好 这一点永远不能好 我们俩就应该从夏商周时期开始 把中华上下五千两的拍摄 全都拍出来 希望大家能够更努力地 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我们拍的不是节目 而是无声